跟大家讀一封由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香港人 寫給各位警察哥哥、姊姊、叔叔伯伯 他就這麼寫,他說知國香港警察 今天是6月9日,一年前的今天,2019年的6月9日 一個香港人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 香港一向的平靜和安全在這一天開始被暴徒破壞 緊接著的發生,至今長大一年的暴動 暴徒們一步錯,步步錯,一直錯下去,直至無法改正 在這個風雨飄搖的一年,感謝各位香港警察 緊守崗位,止暴制亂 務求讓不正常的香港維持基本的秩序 正因為如此,你們受盡了各種無理的批評、辱罵和攻擊 從半夜開始,至今已經接近400名警察受傷 小虎sir更加被暴徒用腐蝕性的液體灼傷 至今仍然流遠,也有警察被暴徒用刀戒頸 但數字是不會說謊的 2020年至今,接近1000名新加入警察 投考附警人數不跌反升 可見香港仍然有不少理性之人 在這一年間,你們一直站在對付暴動的最前線 為止暴制亂,工作時間有時隨時超過30小時 但我從未聽過你們有一句的怨言 在止暴制亂的同時,也維持了市面的治安 值得一讚 在這個亂世,在暴動的戰場上 只要見到警察的身影,就代表事情正在受控 穿個暴徒那堆的時候 總是四處張望警察在哪裡 因為只要靠緊,那就是安全 同時也很高興見到不少警察 在這一年之中受到磨裂,越來越有經驗 回顧612的影片 見到不少警察未能應付 顯得有些措手不及 到今天,已經從線如流 暴徒,未開工就從源頭上 壓制暴行 不少暴徒行動,因而流產 值得再讚 更加要感謝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鄧一哥在上任之後 一改前朝內藥的作風 在李大事件之中可謂大獲全勝 不單止振奮警隊士氣 亦都令到暴徒聞風喪淡 見到作惡多端的暴徒被圍困 被制服,被拘捕 為了逃跑,竟然要從一坑渠捐出來 最後仍然發望難逃 我還記得那一晚看著電視直播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振奮 當愛得太遲的水爆車 喇叭拼出來之時 嘲笑李大中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闖進來的暴徒士 我發覺原來這首歌 竟然是這麼好聽的 警察終於一洗徒風 現在大錯暴徒的銳氣 值得猶賺 我想在這裏借用唐前代詩人 任沉參在的白雪歌送 武判官歸經中的兩句 震與香港警察 北風捲地白草節 湖天白月積飛雪 忽如一夜春風來 千樹萬樹里花開 感謝你們在暴動中的香港堅守信念 走遲北方冬天寒雪地造 催來一陣春風 希望你們能夠堅持到底 國安法已經出台 眾部派的勢力來大限之期不遠矣 警察們最後真是無疑 因為除了感謝 都仍然是感謝 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香港人 2020年6月9日上午11時48分 我讀的時間比較遲了一點 但不要緊 我想中間所說的我們香港警察 的確是非常值得敬佩 很感謝他們守護香港 希望香港能夠 現在仍然有很多受創的地方 需要時間來整治 但希望警察可以使香港 新的天地出來 多謝各位朋友的留言 那封信